而昨天的波士頓呢,是大贏了芝加哥公牛隊 丹波金冠隊目前也是處於2比0的領先 現在回到這場比賽,第一集那剩下不到一分半鐘 火箭隊的進攻 Aaron Bruce 姚明在籃底下搶到球 你看,現在關鍵火箭隊內線有姚明的高度 有Skola在穿成影線 再加上外線有Chamballier的投籃 Lawkes的穩住正角 這還有,不要忘記,就是Bluks他的破壞力 其實在他進攻方面,每個人的位置來講 我覺得就是說,他們搭配得來得非常地好 再加上這個Edmond教練 他能夠把他的這個戰術的一個 中子能夠貫徹到球員的打法方面去 所以現在,其實看到波灘的防守 防得感覺到很吃力 歸奧登已經個人第二次的犯規了 姚明的罰球是非常的穩定 而可以信賴 再來看一下剛才Aaron Bruce的切入 這球又讓姚明幾大籃下 這球確實是奧登的犯規 Bluks他有破壞了以後啊 姚明在面前是這個高度優勢就能夠運用出來 Guelden Guelden 這看他臉真的很難想像 他是,才是打第二年打職業的這個新人 好像你的意思 姚明看起來比較年輕 我覺得真的是這樣 姚明有一顆赤子之心啊 雖然上場比賽宣佈他整個身體 已經決定要退役了 但是他今天還是住著拐杖 在場中來看球 關鍵不管你是年齡不是穩 也是在於你的心態 Lewis Gola 漂亮 Scar今天真的打得非常的活躍 跟布斯兩個人這個檔賽的配合 Guelden Guelden Tenning Tenning Fly 前面兩場比賽沒有太多上場的機會 因為 Nikeman Milt 他的際後賽的安排是說 平均每場比賽大概只用不到八個球員 Fly 他在尼可地的時候其實是打得相當不錯 不過到了最後好像最沒有受到真正的重用 Brux Aaron Bruce 這三場比賽都維持著高檔的演出 我們剛剛提到過前兩場比賽23分跟27分 今年呢 他們在把Ramper Austin交易到魔術隊之後 Aaron Bruce就扶正成為那先發的控球後衛 Rudy Fernandez 這番呢是要發揮外線的一個投射的攻擊 現在需要得分的球員 因為Brandon Roy第一節因為兩次犯規以後 確實上場的時間也會減低 Fernandez他也是個三分外線的冷箭的射手 第一節比賽結束 我們看到第一節比賽裡面 在火箭隊的防守跟主場的壓力之下 加上Brandon Roy兩次犯規 而且他有點受傷 所以呢 我們看到他們在第一節只拿了15分 姚明率領的火箭隊在第一節表現出色 目前暫時的比分是領先 這第三戰對雙方都是兵家必爭 休息一會 中間抵抗打擊 然後雅明射手 中間抵抗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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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抵抗 jury 好像臨時些領先冬 中間抵抗 中間抵抗驅 中間沙 Ti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